好您平常玩的寶可夢或是變臉APP呢 其實都是AR擴增實際的應用 而台灣創櫃的AR廠也研發出了哈利波特技術 2D的平面照片只要一掃 照片上的偶像仿佛住在你身邊 這看起來是一本傳統的雜誌 而封面人物是宏基創辦人施震榮 但現在透過台灣廠商的AR哈利波特技術 可以讓董事長跟你說說話 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在AR擴增實境之下 2D的平面照片只要一掃都能生動的躍然於紙上 心愛的偶像仿佛就在你身邊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歌曲叫做Ring Singer 就是無名指 那麼這首歌對我來講 其實是好不容易的續集 不只是照片就連密密麻麻的文字 也可以被AR辨識 原本隱身在幕後的雜誌總編輯 也要亮相會會讀者 甚至還有翻頁的效果 小綠怪出現了 那我們就可以有一個打怪的動作 這個其實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有點像是收腰 不讓寶可夢專美於前 台灣唯一的AR創櫃公司 早在2010年就投入研發應用 小怪獸還能帶路或是推薦餐廳飯店在哪裡 比起使用Google Map有接近實境更有方向感 小怪獸還幫我們帶路 然後他就會告訴你說它的方位大概在這個方向 然後它距離的這個距離大概是253公尺 白碧珍2010年創立公司熬過頭三年的虧損 隨著近幾年AR大型期到開始獲利 公司研發團隊從5人增加到20幾人 去年EPS有7塊錢 今年第二季已經超過去年全年營收 EPS預估上看13元 我們栽培一個研發人員 其實他要能夠真的很實際上手 變成很在這個產業應用上 能夠真的是可用 其實大概都需要至少一兩年以上的時間 所以我們其實在研發的人力上每年大概投入30 40%成本 對 其實算是相當高 最新AR應用像是掃描餐點圖像 可愛機器人會跳出來幫忙推薦餐點和點餐 根據高盛的預測 從遊戲娛樂的消費端開始帶動 2025年VR加上AR會有800億美元的產值 其中硬體佔450億 軟體相關則有350億 台灣的軟體設計實力 要在國際戰場上搶劍先機 東四財經新聞 六漢柱神正風中武軍台北報導